封冰箱猫宫部落办理的天下第一野菜锅文化体验之旅 不受0403地震的冲击 报名参加的人数不减反增 而在部落依娜的带领之下 入园采集野菜也认识不同野菜的特性以及知识 让参与的游客直呼物超所值 游客民众跟着猫宫部落野菜达人的脚步 深入圣山山脚下的田野农地 认识并采集野菜的同时 也学习每一种野菜的特性及知识 学习如何料理 我觉得很棒啊 因为你看这里呢 完全就是一种的菜有余在这里 可以认识很多的野菜 然后呢一边做一边学习 那今天来非常值得 是啊值得 冯碧香猫宫部落办理天下第一锅野菜锅 文化体验之旅 不受0403地震影响 报名参加的人数不减反征 在部落一纳百年传承下来的野菜料理法 以食照煮出天下第一野菜锅 不仅吃得到野菜的健康滋味 也品尝了阿美族野菜芝士的美味 阿美族的野菜文化真的是不得了 它传统的美食 那这搭配上面真的是很特别 还有甜的苦的干的 最后吃起来就会回甘 真的相当不错 这一锅就是我们讲的天下第一锅 是由客人 是由你们自己去烹饪出来的 这个天下第一锅的美味 那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呈现出来 希望也能够把这个野菜文化 做很好的传承跟教育 在食农教育的部分 八菜一汤天下第一野菜锅的野菜 天然健康的食材 阿美族人简单料理就能吃出自然健康 冯丁商贸工部落族人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体验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并认识阿美族传统野菜 与自然永续共生的精神 推广自然环境共存永续的概念 记者是玉兰风斌采访报道